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拉着行李由检疫人员带领 坐上专车 在警方监视之下将女子送往集中检疫所进行隔离 这名女子10月4号从美国返台 居住在新北淡水一处集合市社区 邻居指控她几乎天天外出还不戴口罩 更有人发现她还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到处爬爬灶 10月12号晚上7点善离住所 经过电子定位系统 警方和里长到场访试 最后才在晚间11点被劝离回家 10月13号上午相关单位到女子的处所 声明相关检疫规定 没想到她态度很强硬 当场拒绝集中管理 10月14号主管机关决定强制移送集中检疫所 并且依规定裁罚新台币20万元 最重要我觉得企业组对员工的影响力很大 为遵守居家检疫规定而被开罚的还有她 康宣文教集团董事长李万吉 9月5号从大陆返台 居检期间多次违规外出 经查次数多达6次 被新北市卫生局重罚100万元 引发轩然大波也重创公司形象 根据检疫规定海外回台的民众 必是依照规定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 如果违反规定交处10万到100万元罚还 其中又以新北市卫生局裁罚数量最多 2月以来累计共167件 采发总金额超过2177万元 尽管台湾防疫趋缓 但为了自己方便罔顾社区安全到处爬爬走 这已经做了最坏示范 记得台北新北综合报道